職策會為了活化中心新春 日前特地在光明二路90 92號前廣場 舉辦了幸福四集 邀請在地手工藝、小農及文創品進行展示 現場並邀請了澄清茶會裝飾具特色的茶席 提供好茶讓民眾品嘗 很高興有機會來配合這樣子的活動 因為我自己也是中心新春的媳婦 我在這邊住了十幾年 那我也希望說職策會能把這個地方活絡起來 那我們也就是說在茶席的分享上 我們希望是把我們的溫暖分享給大家 然後讓大家來幫忙這些小天使們 活動中也結合了公益 將現場的義賣所得及部分貪産所得 捐給麻煩小天使 作為天使家園的基金 是非常有意義的活動 這次非常感謝職策會這邊辦的這個公益的活動 那主要沙的目的除了說 活化整個中心地區的整個觀光 還有整個人潮能夠讓他回來之外 那他也結合了我們協會來做一些公益的部分 那也結合了很多的攤商 那他們攤商也很熱心的 願意把今天的義賣所得 還有攤位的這個部分的錢 捐給我們協會作為天使家園的這個基金的部分 那這邊代表協會跟院生們 對他們表示最深的感謝跟敬意 議員侯明科表示 中心新村過去是省府的所在地 可惜近年來不復往年熱鬧 中心新村有相當多適合假日親子出遊的場地 希望能夠藉由這次的活動 活化中心新村提振觀發展 過期是我們的省府所在地 真正老的、真正漂亮的一個地方 因為在這段時間 我們的中心已經來沒落了 所以我們今天基盤的茶會 和市集圍料帶同我們中心新村 再來活落起來、漂亮起來 尤其我們中心新村的每一個地方 我們的大廚也好、我們的中心大廚也好 我們的網球場也好 都是一個很美、很美、很美 很美讓大家來這裡享受 就是拜六禮拜 親子活動的一個很好的地方 職策會除了幸福市集的舉辦 當天也開放免費參觀 幸福與關懷科技體驗館 實踐著科技在地化的裡面 以創新關懷科技實踐幸福 創造更便利的環境 民意新聞林家惠南投採訪報導 大家好 nostra invit計努力